她是我的奶奶,她叫做徐淑美 我覺得她很漂亮 我還有一個很帥氣的爺爺 她叫做吳昌成 這是他們在讀書的時候 偷偷出來約會的照片 他們已經結婚41週年了唷 我們常常在假日的時候 一起出去玩 除了爺爺奶奶之外 我還有兩個很愛我的姑姑 我們也會一起出去玩 我叫吳昌成 這個家裡人格非常簡單 因為高中畢業沒有辦法練大學 家裡就反對 所以就直接經營需要 這個開業30點就退休 現在兩夫妻就是有一個孫女 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平常很簡單很平溫地做固定的活動 早上五點就醒了 現在因為我們五點半都在 學校的這個場地做外單工 一直做到六點五十 就結束回到家裡 好啊 我的名字叫徐淑美 那我是本地中立人 那我今年已經66歲了 那兒女都結婚了 那平常的時候 我這個小孫女 像我那個最小的女兒一樣 很非常的貼心 因為我很喜歡做那個布包包 那她經常在我旁邊 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 奶奶你叫我哪針啊 我們很珍惜星期六跟星期日 我們相處的時光 我的名字叫做吳宇璇 今天早上 我訂了六點的鬧鐘起 那起來之後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做炒餐 給大姑姑吃 我就煎了一個春油餅夾蛋 還有奶奶昨天晚上十一點多 叫我做的紫密飯糰 對 你小心小心開口 我叫吳明慧 我自己的家庭其實就是很小 就是我爸爸媽媽 因為我自己也結婚 可是我並沒有孩子 所以主要就是我先生 然後我妹妹跟她的 我的妹婿 然後她就是我哥哥的女兒婿婿 然後她就是我哥哥的女兒婿婿 你昨天幾點到家 昨天晚上 7點15 那你昨天就比較早回來 昨天你搬放學 哦 早餐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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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吃早餐 我都吃你了 好 我可以加一點燈水嗎 可以啊可以啊 雪兒我跟妳講那個 這個就是 你覺得今年啊 我們去年不是讓爺爺奶奶去澳洲嗎 對啊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就覺得想不出今年還能幹嘛 我就不覺得好像很多事情好像都 還是要幹嘛齁 拍婚室好不好 你可能會這樣想 邊吃又邊聊到說 我昨天在房間就看到了 爺爺奶奶他們以前結婚的照片 就是怎麼翻就是沒看到一張正式的 所以想說那不要給他們一個驚喜 就是說讓他們再拍一次婚紗 其實就是我們在討論就是 就幫爸爸媽媽慶祝他們的週年 因為今年的週年又要到了 然後其實就是玄瑄也在 我們一直在聊著就是說 其實他看到我們家就是有以前 拍的全家福的照片 那是我高中的時候拍 我妹妹國中 所以我們其實是蠻悲慘的一組照片 對啊 我是覺得我們應該在拍 你覺得好看嗎 這個現在比較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 對我公平來說是很新鮮的 所以他提到這個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應該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這一塊這樣 如果真的要他們去拍婚紗 那我覺得應該讓他有感覺 真的是新娘的感覺 那他應該會才會很嚇到這樣子 好啊 所以你現在是希望說這樣 爺爺奶奶可以有一個 就是比較新的照片 是不是 好啊 好啊 這我不適合你來的眼 好啊 好啊 你要不要來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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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意思 就這樣 哈囉 我們來了 哈囉 嗨 嗨 嗨 我叫吳秉潔 然後今年34歲 然後是 玄玄的小姑姑 然後也是 爺爺奶奶的最小的女兒這樣 之前有想過說 要為爸爸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每一年都希望 給他們一些不一樣的紀念 像去年就送他們出國旅遊 那今年其實 也還沒有特別想要什麼方法 但是我姐那天跟我講說 我們可以考慮幫爸爸媽媽 重新拍一次婚紗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點子非常非常的好 我相信他們會很喜歡 然後 後來知道說是要用驚喜的方式 來幫他們安排 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對 但其實我現在有一點點擔心 明天的那個 過程有沒有那麼順利這樣子 玄玄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次是你提議給爺爺奶奶拍婚紗的 嗯 都可以 對啊 那你想跟爺爺奶奶一起拍嗎 就是 那 那我們 那我們可不可以方案上面 再幫小朋友加一套衣服跟妝髮 小朋友 對 因為我們特別希望可以留下爺爺奶奶跟他 因為他從小到小的感情很好 喔 對 好 這個方面的話OK 可以幫你處理 好啊好啊 反正那我們現在的方案就是 爸爸媽媽他們一套白衣 然後一套完禮服 嗯 那小朋友的話加進來就是一套禮服 對 可以跟爸爸媽媽他們做拍照 好啊 好不好 他比較熟悉奶奶喜歡什麼 對 到時候奶奶的那個禮服呢 就主要有你挑 對 對 老奶奶要挑你 爺爺是 之後我們進去那個 有一個小姐嘛 她就跟我們講解 就是我們要拍怎麼樣的 然後原本是想要拍爺奶奶的婚紗 但是講一講 我講到要拍全家服照 所以呢 我就被 戳著要去挑禮服 那像這邊的禮服啊 到時候爸爸媽媽他們 媽媽他們可以穿 妹妹的話也可以穿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區 這裡都是 兩邊都是禮服的 對 全部都是可以拍照的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看一下 這都顏色很鮮艷喔 裡面有那種 馬子 顏色愛衣 比較那個深一點 然後比較走成熟路線的 然後後來那個小姐 就帶我們去參觀那些禮服 然後禮服很多都很漂亮 可是奶奶她應該是比較 比較適合深藍或是深綠 就是比較深的 不要那種亮片太多的 不然她會發表 所以 可是我們還是不敢幫她選啊 怕她最後選就生氣 她喜歡什麼顏色 奶奶想可以選什麼顏色 深藍 深藍 就是比較穩一點 那所以 我們當然過去都沒有什麼機會 就是可能是特別讓她去試穿 因為可能過去都是別人的 婚宴啊 或是小婦婦的 那所以第一次她可以 可能是以她為主 我也覺得很好玩 只要她的年紀也能不能成長 那禮服 有沒有 像這種其實她OK 然後 可愛一點點的 在選的時候 就選了一件白色的 一件藍的 對她全白的話 她是做比較多層次的 到時候拍到的話 會比較有感覺 妳剛剛看鏡子 妳比較選擇 還是妳選不出來 我們等一下可以稍微試穿一下 對 試穿比較準 因為穿起來好像比較 看得比較準 對 好 穿到 穿到 可以 看什麼 來… 來…看我來 一… 你不要再笑我拍 我現在 那個群形有點奇怪 就第一層怎麼會比最下面 那一層通的 蛋糕群不是應該是這樣子嗎 你的效果… 你效果很好 好… 好了… 換下來她不喜歡 顯然她不喜歡 對… 來了 拍一下 小公主 來 目前等一下 看小姑姑我要拍一下 來…看我看我來 一… 二… 三… 她比較公主風的感覺 對啊 我自己其實第一套 我也滿喜歡 因為我覺得 我也很少看到這種風格的 水藍色 點點 其實我只不喜歡那三條而已 對… 我個人對其他都沒有意見 就那三條 我是投那個一票啦 對… 因為水藍色跟點點 對… 沒有 那個顏色真的是還滿舒服的 尤其對她的年紀來說 真的是很合適 你看… 比較好看 你的意思是… 對… 我覺得真的是真的比較特別 拍照也比較… 拍得出來 比較瘦 對… 因為她這版本是黑色的 對… 姐姐 你看苦波 來… 我自己覺得 來…看我 一…二…三 我覺得這個 比較合她的年紀 對… 第二套應該是… 最受好評的 因為她可能就是… 我覺得年紀上她也可以… 也符合 然後加上這個風格上 其實現在小孩子 也可能不完全走這麼甜美風格 因為那兩件都會喜歡 所以… 就給她們決定 她們投票的結果 還是白色那件勝利 所以… 我就選了那件白色的 就是其實兩件都會好看 對… 對… 好… 那就這一套 好… 那我們現在要想一想 就是… 明天怎麼樣… 明天… 奶奶幾天回來 我剛才她好像早上那天了 所以這次是… 怎麼想說要幫爸爸媽媽拍婚紗 就… 就我們早上兩個在那邊聊天啊 然後… 我們從婚紗店回來之後 就去了一家咖啡廳 要討論… 第二天的行程 但我就覺得還是替她們… 應該是想要給她們準備一些事 有點不一樣 我們的… 最終是要… 讓她們拍婚紗 可是不可能就說… 欸…我要去婚紗店 然後就去了 所以當然要有一些… 鋪陳 所以呢… 我們就… 決定… 早上的時候呢… 就是… 奶奶… 爺爺先帶我和奶奶去… 市場… 逛逛 然後… 逛完之後… 可能… 買一點東西啊 冬至西吃… 吃一吃 然後… 就… 拿一個弟子可以… 騙她說我們要去… 某個秘密基地 又要去拍婚紗 所以… 我是想說去… 廚禮台車 這個是我的想法啦 我覺得可以… 選選這邊也可以… 看看你給我們一些… 什麼事 那你想坐什麼車去… 想… 想要爺爺開什麼車… 南瓜馬車… 他們一直在講… 要開什麼車啊… 什麼車… 可是我這跟婚紗什麼車… 對… 我這跟婚紗什麼車… 這個車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就沒辦法… 加入他們的討論 就我們就是… 晚上跟爸爸講… 叫她明天去接媽媽媽… 然後帶媽媽跟選選去吃飯… 然後一點半呢… 會跟我們在一個地方… 會合… 這樣子… OK… 那我們大家都會在那裡… 這樣… 然後到的時候… 他們應該會… 很驚喜吧… 這樣開過去… 然後加車程… 我覺得應該吃飯… 對啊… 好啊… 那我們… 那個… 如果你沒事… 你… 我們… 你準備一下… 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好啊… 你好… 吳小姐嗎… 你好… 我只是希望說… 讓這個樂器… 再回到我爸爸的生命… 所以我也… 我覺得也要… 因為給了她驚喜… 她真的是驚到了… 我問她… 她一直… 藍頭… 藍頭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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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藍頭回來了… 好棒… 你那個電話卡有拿給她嗎… 電話卡沒有… 在家裡… 那…待會我再… 沒有…等一下再送過去… 好…好不好… 沒有… 你要不要喝茶… 待會我泡茶… 好啊… 泡茶會而已… 好啊… 爺爺以前是管樂隊的… 成員… 那只會… 煎小喇叭… 所以… 可是爺爺他以前… 在歐洲… 買的那隻小喇叭… 就是… 就是因為… 又很久沒吹了… 然後就… 賣給了一個人… 我剛才爺爺去老人會館… 不過他也想說… 那要不要再… 特別再給爺爺一個機器… 不是… 五天第十二街… 他說他知道你是樂隊指揮… 對啊… 那就只會管學內隊… 學校一定是管樂隊… 那個… 銀色那個棒子… 有啊… 對啊… 嗶嗶嗶… 對啊… 五齡校… 校長四… 那個…校主四… 還有… 還有這個機器… 有了你的… 你當時的照顧… 對啊… 那你… 之前不是有一隻… 那個小喇叭嗎… 有啊… 音樂對我來說… 就是生活中很… 就像玄玄其實也是… 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就是音樂對我來說… 他… 他不但可能只是說… 幫我打發個時間啊… 或什麼… 他其實對我來說… 是可能記錄下來… 我生… 生命中的每一段… 都跟這些音樂是有關的… 那小喇叭還沒有回來… 小喇叭要做完… 他餐點… 他餐點到中午… 中午後… 對… 所以小喇下午就會… 好… 那你早餐啊… 早餐學人剛才煮的好… 這樣… 可以煮那個… 蔥牛皮還有做飯頭… 煮得好啊… 那誰要熄那麼久啊… 誰要都不好吃… 那個…那個家事客好像… 對… 好像這個… 以前… 家事客都是做那個… 蔥牛皮… 對… 做做蔥牛皮… 你現在有做過了嗎… 還沒啊… 那是蔥牛皮… 他奶奶… 膠下來就是… 做蔥牛皮… 好… 好… 那我們… 那個… 如果你是… 你… 我們… 你準備一下… 我要帶你去個地方… 好啊… 要換衣服… 不用喔… 休閒… 對… 好… 好… 那我… 再為您做個介紹… 好… 那我… 來看一下… 這是我爸爸… 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 也是吳爸爸… 吳爸爸… 吳爸爸… 你好… 那吳爸爸… 我現在來幫您做介紹好了… 這一隻… 來… 這一隻的話… 他現在型號叫做… 因為他想要給我驚… 一個驚喜… 我也想不出是什麼東西… 我是棍子到桃園… 一家… 一家… 液 tiden… Restauries… 我以為在 澳大羅… 咖啡店… 중계叫做小辣子吧… 因為他知道我以前… 有一支小辣子把古車脷 ci pag 買回來… ص tercer… 然後… 就… 所以卻… 再也沒有這… 接觸… 他可能… 從我… 等… 月ivamente… 看到這樣的一個事 所以找一個機會 希望他能夠把埋子葉齊 因為這晚年能夠再摸索摸索回味一下 這是他的笑心 一般以前老師都容易一下就跑不起來 對 一下就跑不起來了 您可以拿拿看 對 你可以感受一下 他需要戴手套嗎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可以再上游 這個才是全新的拿出來 對 我們還沒有那個 他吹滿多年 這個沒太滿多年 對… 以前吹一吹 跑一半跑不久了 因為卡起來這樣子 我趕快拉一下 對… 我以後在家就可以鼓勵爺爺 聽聽 因為你沒有聽過爺爺吹小喇叭 對啊… 我只是希望說讓這個樂器 再回到我爸爸的生命 所以我也… 我覺得也要… 因為給了他驚喜 他真的是驚到了 所以我現在會… 還是會… 是會讓他去… 讓他了解說 我真的是希望他 其實就是… 不要太有壓力這樣子 就是喜歡… 我什麼就是說 並不是要說 你沒有吹 或不是吹得很好 現在不像以前那麼好 那買這個東西就是浪費 我知道其實對上一代 很容易是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 對我來說這個是完全… 那個是吹…吹情勁的 對… 又不是吹體力的 對… 我要…我要問你 20年沒有摸到底 現在的感覺是如何 感覺好像有年輕人 那太好了 那時空有回流嗎 體力是不行的 現在老了就是要把氣養好 對啊 年紀大不了 精神氣養 對… 他應該跑到裡面 對… 我覺得就是… 在這年紀這麼大 他送的樂器 不是為了… 為了演作、垂作 因為是當著… 回味一種… 像個禮物 還可以稍微玩一下 慢慢地…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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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那種記憶 這樣… 只能說老來比較… 比較有一個東西… 來… 來涵涼一下 不會那麼無聊 這樣… 今天比較新的 他也能… 接觸到… 對… 你幫他… 他就知道 隔日奶奶都會更好 瑞萱 嗯… 過來… 其實比較情緒上 希望他可以… 有小老爸之後 讓他的生活中… 他可以摸摸、玩玩地… 他也是有這個情趣這樣… 那… 不過… 所以原來一開始我是希望說… 啊… 既然爺爺有小老爸 然後… 雪萱是不是也可以跟爺爺一起去做合作 就是… 一起表演一下… 其實因為… 你們家其實常常… 沒事他們可能就會… 升來一筆啊… 自己在演奏、玩音樂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欸… 其實這樣的想法很好 但我也知道爺爺他… 其實… 他… 他是心有餘… 真的是立不住啊… 對… 然後我看到… 因為雪萱一直閉著我… 跟我說… 我要練那個… 望春風嘛… 因為他真的很希望… 因為… 這首歌也是爺爺奶奶可能都喜歡的… 對… 奶奶一聽就會… 就是很感動的歌 對… 那是这个吧 對… 這是耳鼓那… 就他… 你是 Prague Salem 對呀 我也覺得… locals Jacinée 忘春風是比較快… tomato 對… 真的有點… 還是要過去稍微彈一下 爺爺,你稍微彈一下 給他們看看 我好有聽過 你彈一下 應該那個 你稍微抓一下那個音 你以前也彈過了 對啊 我們現在討論要 今天想要彈給媽媽聽 那你什麼時候 好 OK 對啊,以前都唱過 對啊,我們都 對 對,我們大概先吃到一點之後 一點之後 對,我們早起來會因為這樣子 他們會處理 對 對 好 好 好,好好吹風去 拜拜 然後記得看奶奶的精神 OK 好 好 老爸,小心開 好 10點49,我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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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來 然後你到中庭以後 你就往另外一個出口出來 嚇一跳 就叫我開錐台去接她媽媽 我說你們這玩笑開得太大了 我就輸雞老鎖 這個廠棚還是沒有碰過 這一部車能夠開到高鐵去嗎 我很懷疑 後來上去就覺得蠻好玩 我覺得她剛才是很鎮定的 可是以我對我爸爸的認識 當我看到她越鎮定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這樣 當你看到很鎮定的時候 這個人絕對是 那個 就心中是非常非常澎湃的 先熟悉一下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也覺得 也是有嚇到 因為那個車子很可愛 然後還要防氣球 愛心的氣球 好 闖棚車 你是第一次坐嗎 我還是看到了 我覺得是第一次坐金龜吧 我看金龜 他年紀比你大很多 好 那 好好吹風去 拜拜 然後記得看奶奶的東西 OK 好啦 老爸小心開 慢慢開 不要緊 拜拜 你以前也是開這種車嗎 對 你啊 以前 不是開這種 我就是開自排的 你不用開一下 蛤 不用啊 很開啊 現在好像年輕好幾歲 年輕好幾 對啊 那我好像老好幾歲 你們老好幾歲是不感覺 我們年輕好幾歲 就特別感... 感覺特別順 對 你... 你... 你兩個股物是點子大王 你... 可以... 啊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奶奶说他把下车时间看成上车时间 爷爷就傻眼了 然后奶奶就说他坐下一班车 哇 好了 我知道了 八号出口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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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你妈妈有没有 那个时间看错十点三十八温到达 他以为看错十点三十八温的车 结果他现在慢一半两半九十分钟 这样啊 现在他在那边现在上车了 心理上就是一份新鲜感 迫不及待 这个分秒一直看看 看到时间到了 因为翻奶奶打电话来给我 他说哎呀 我现在这个这个 这个要坐下一班 这个车子没有赶上 那怎么办呢 然后走出来的时候 他一直在找 爷爷的车到底在哪 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气球 往前吹 挡住了爷爷的脸 所以奶奶就没看到爷爷在那边 我就带他走到那边去 然后他说 爷爷 你这怎么开这么拉风的车子 然后怎么什么什么什么 爷爷在哪一边 你他爷爷在 爷爷在哪里 你他爷爷在哪里 哎 怎么找不到爷爷呢 爷爷在哪里 爷爷在哪里 哇 有一部这么漂亮的车子 哇 爷爷今天开一部车子 哎 爷爷今天 还没办法 等你那么久 我继续找你车子被脱掉了 这样子 车子被脱掉了 对啊 他没有办法 这一台来开 来 来 这一台 来 来 这一台 结果他带我去找爷爷 出来怎么一直找不到爷爷 因为爷爷的 他就告诉我说八号的出口 怎么一直都找不到他 哇 原来他今天 怎么会这样的浪漫 奇怪 我会不会是 怎么是不是看错人了 怎么今天爷爷开 本来每次都开一部 好大的车子 怎么今天开小小的 迷你的那个古董车 原来是不是要给我 一个很大的惊喜 爷爷他在开车 他讲说 他就骗奶奶说 哦 刚刚等你等太久了 因为在等你的时候 车子被脱掉了 他就随便跟一个人 借着车子来开 原来还是相信人 不知道他我不会相信 他就嫌弃 昨天我们有去桃园 昨天我们有去桃园 你去桃园 你去桃园 那你去桃园 假的 我去桃园 她有一个朋友 什么事哦 昨天啊 早上啊 我也不知道就開到縣鎮湖那邊去 這樣子喔 大姑姑呢 他們忙啊 David回來啊 他們忙啊 David不是說今天要回去北京嗎 對啊 幾點的北京 一點 一點多 那大概就走了 對啊 到機場去了 對啊 那學學小姐呢 他們 他也在忙啊 他在... 對啊 他都在忙啊 孫女說要給我們一個 大大的驚喜 我一直在猜測 到底是什麼 這個好像非常的神秘的感覺 那我一直猜不透 他們到底在葫蘆裡面賣什麼膏藥 後來想 他們把我帶到一個 什麼... 一個像家的那個莊園裡面的一個餐廳 就是那個郊外一個莊園的餐廳 原來他給我一個驚喜 就是他請我們吃飯 因為他們那個餐廳 他那個生意很好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在那邊等了滿久 可是因為那邊有很多的花還有草 所以沒關係 逛一圈 就很久了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看花啊什麼的 哇...這有迷迭香耶 對... 對... 來...跟他摘一個來 哇... 嗯... 走... 嗯... 嗯...好香 很不錯喔 嗯... 我奶奶這這個... 這迷迭香的味道真的很棒 你家裡不是有中一盤嗎 有啊... 我給你吃 你很喜歡 你吃 我來吃 我去吃 你吃 你吃 我想說等一下要在我們取一個地方 然後是一個秘密的地方 那個小谷竹他說 他會等一下在那個中立寺延平路479號 延平路啊 我知道 479號 3999 479號 479號應該就在中立分局附近 在中立分局那裡 就附近啦 沒有學問嗎 哥哥 好不好來看我這邊來 來 有帥 來 1 2 3 沒有 你看遠方 也要往遠方 好露出這種不可一世的表情來 1 沒有 剛剛那個了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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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然後也吃完之後開著車 就載我們去那個地方 然後他那時候到的時候就看到了一家 昏殺店 他以為是要幫姑姑他們拍 然後叫他們當見證人 可是其實他們自己要拍 那是我孫女說 在吃飯的時候說 小谷竹打電話 就講說等一下去延平路9號那個地方 他們在那邊 我說那我們吃飽了 那又還要叫我們去吃飯嗎 還是喝咖啡 我想是這樣 車子好可愛 好可愛 他們 我爸在看 應該是在看門看 應該在看門看 因為他剛剛臉一直朝著臉 對 他看在雙數基數 可是他們是想說 不知道能不能停是不是 對 我覺得他們應該搞約 你搞不清楚 就看一下 對 哈囉 哈囉 來迎接你們 爸爸你先把車停下來 怎麼來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這個 我女婿跟小女婿這兩夫妻 是不是結婚 結婚兩年了 有孩子 特地在這邊拍照流電 要我們跟他做見證 結果進去以後 沒想到是餵我們兩個 這一生 呼到這麼老 也沒有穿過這麼正式拍照 我們今天下午有一個 那個 驚喜要送給 對 你們 真的 對 真好耶 對 跟奶奶說我們先想要這樣 什麼驚喜 玄玄 玄玄她 她有一個 就是我們討 她有一個想法 然後後來我們覺得非常的不錯 對 所以我們就有玄玄 後來我們就開始覺得 應該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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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 妳就請玄玄 對 真的 好貼心 好貼心 怎麼了 有什麼好點子 想要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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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爺爺再拍一次婚禱 真的 對啊 對啊 奶奶那個 想到以前奶奶那個 今天是結婚41年 對 那個時候還記得 以前的 以前的那個妝 畫得像那個日本的那個遺跡一樣 哇 臉色蒼白啊 兩邊都是白的 對啊 謝謝 現在都是天的 靠太陽曬 真的 真好 真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 找得到那麼大件的禮服嗎 我們幫妳 我們幫妳 根本在現在胖的 田圈有幫妳挑 田圈 田圈 昨天已經那個 對 我們這昨天妳的 妳寶貝孫女昨天 已經來幫妳打點過了 對 對 而且她 她也挑了一道禮服 要跟妳打點過 前鄉下要那個 要那個麵粉帶著 要三咖的 對 我想平常我們跟女兒的互動 都是有什麼事情 媽媽到了 都是電話這樣子在打 她都叫我說 你不要打 我原來今天是到底有什麼 什麼事情 哇 原來去到那裡的時候 哇 原來是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真的是她們祖孫啊 真的是玩太大了吧 看玄玄幫妳們挑的禮服 好不好 來姐 來姐 給奶奶挑的禮服 來 你還看到玄玄昨天挑的 那一分三 就是想說 換個衣服 也沒什麼 後來看她老婆 穿一套出來 哎呀我嚇一跳 奇怪 我老婆原來是這麼漂亮 怪不得我以前眼中的笑話 是真的是 不是浪的西民 哦 哇塞 蛋糕裙在 我怎麼這麼恐怖 我怎麼這麼恐怖 不會啊 不會啊 會不會翻新 媽媽你看小蕙這邊 來 媽媽 太漂亮了 不會啊 還滿可愛的 對啊 她們在那一大一面 還蠻符合你的 沒有在這裡 這裡就可能會 蠻符合你的個性的 有公主的感覺 就是這蛋糕裙的這一件 我是喜歡這件 還不錯 她有一件 像回去那個小女生 那個時候 回憶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下去啊 對你看鏡子 可以OK 就這樣 沒有她已經換一件 要兩套 要試喔 有兩套 有妝表演 沒有你試完看哪件 比較喜歡 乖乖拉臉 有沒有看到 對 這件妳自己覺得呢 比較素一點 對 比較素一點 可是我覺得穿起來 我覺得另外一件 比較適合了 媽媽已經不能呼吸了 是真的嗎 這件好像還沒有失望 有 你看一下 這件是可以 剛好都可以 但是 就不用修了 媽媽你看一下小蕙這邊 好來看我 愛的珍珠 寫著幫我寫一件 寫得好漂亮的 對她這件是她的後版 你終於讓我能夠 怎麼講 一個願望可以達成的 再穿一次一次 那麼漂亮 這麼美麗 但是男主角是同一個人 對 剛剛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現場拍照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先去化妝 然後禮服的話 等一下就是幫你現場修改 我們先去化妝之後 再換禮服再去拍照 OK嗎 OK 那就幫你先化下來 好 那原來我以來一開始會覺得他們就是 會推脫或者覺得很不好意思 後來發現沒有啊 就是完全是勇往直前就來吧 超美的 那老爸撥一下 現在是穿全白西裝直接從對街走過來 應該是 應該是吧 我看一下 他現在應該蠻享受這種時刻的 他這樣我覺得已經完全是 我爸一直說他天生地質很多年了 然後當然是從我們有記憶來 我爸爸就已經是操作的狀況了 完全進入狀況 所以你叫他在那邊站在馬路上跳一段 那我爸是一貫就是你知道就是 就是一如他的往常 他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尤其是外表方面 這樣子 他比他就是這樣 就是量成十倍就是他 我現在年齡這麼大 我出生的還是很浪漫 有時候像我們說這個 兩個老夫妻啊 家裡沒事啊 兩個 或是我們來喝杯咖啡啊 聽幾首老歌啊 或是出來去走走啊 有時候到休息站喝咖啡啊 我們就開始去 好吧 來看我這邊來 來 有帥 來 一二三 Amyo你看遠方也要望遠方 好露出這種不可一世的表情 來 一 沒有沒有剛剛那個嗎 剛剛那個 來 一二三 OK 那個臉好狠喔 好狠 我爸就是他 我們其他百破 他都很沉浸在那個姿勢裡 他都可以維持很久耶 就是 就是 就是代表他真的我覺得 他的情境已經進去 然後情緒也都很滿 那個點都到 我都覺得說真的是 就是 我覺得我爸爸他的心中 有另外一個靈魂 現在都完全在熟悉當中 我知道 你知道其實我的感受 是滿強烈的是 應該是說我 有一些部分 應該是我預測的 都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以為的 可能媽媽會覺得 不要太公主方人 對不對 或者說我們所認識中的父母親 其實 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我們才可能看得到 他們已經忘記很久很久的 我覺得非常開心 而且效果比我原來 想像的更好 然後本來還會覺得說 擔心爸爸媽媽會有點放不開 然後畢竟覺得說 這個不是他們習慣的事情 然後或者 有點 因為在驚喜 就是是驚喜 所以好像覺得自己沒有 完全準備好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非常放得開 然後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王子在等你了 王子在等你了 好漂亮喔 我的白寶王子啊 欸 今天這個的英傑 Handsome Boy Handsome Boy Handsome Boy 以前小孩子還小 或是還在求學當中 他就結婚之後臉 就是講講就算了 秦雯姐也是說 也沒有什麼表示 也表示也都在心裡 沒有表示出來 我沒想到說 這個 他們這些孫女跟兩個女兒 這個 這麼用心 這麼 也這麼貼心 這個 創造這麼多的奇蹟 來 講解真的是 完穩大 這一次喔 他有這種安排喔 實在是我出乎意料之外 當時我實在是沒有想到說 這個孫女是這麼樣的有心 所以 因為我們平常的相聚喔 是非常的 溫馨 在家裡面 我們是 大家就是很 可以講說是什麼 興趣也很接近 一家人非常的和樂 那 今天他又有這個 了解我們這個 阿嬤跟阿公啊 這結合41年了以後 從那個辛辛苦苦的走到現在 他就送我們這個 今年41年的大禮 就是讓我們 從回到在以前 剛成家的時候 那種感覺 所以覺得滿滿的幸福 是在心頭 非常的感謝孫女 她今天有做一個 這一種的企劃 可以說是一個計畫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加上我有兩個女兒 這麼樣的支持 在背後的支持 所以我們兩個要活得更快樂 活得更自在 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的 這個雖然是子孫 但是我們的教育方式 不是像隔代的那種教養 雖然是孫女 但是我也是把她當女兒養 所以她也非常非常的上進 也非常的乖巧 最重要是她有一份 非常虔誠的孝心 她那個孝心 是發自在於內心的 實在是讓我也經常 有時候在家裡面 坐著的時候 想起來 不經會流淚 這樣子的 很感慨 我很珍惜 很感動 可是 我不曉得眼淚流出來 所以我就一直看天空 然後想很痛苦的事 可是 沒辦法 還是 哭了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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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這邊的攝影 所以待會不會差 就都會在這邊 對 好漂亮 好漂亮 你們先試試 坐過看 你就會知道說 爸爸你坐旁邊 對對對 還是你用 在媽媽旁邊也可以 這也可以 這樣點 很厲害 然後她是早期的 對 拿一錢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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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我們要拍一張吧 這兩天 有很多的驚喜 我也很驚喜 他們也很驚喜 我覺得 也沒來 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 他們這些驚喜 他們應該 之前都沒有 去試過這些驚喜 所以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然後我也很開心 因為是 武漢 武漢們一起策劃 不要給人家 也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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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 還有一個 雙腳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兒女 還有那個兩個女兒 還有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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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越說越好 西瓜甜不甜 甜 甜 還有女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